人間苦空無常 遠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眾世尋到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心子智虎》第28集 今集想跟大家介紹一些藥物 最近出現了一些問題 為甚麼呢? 首先講一小拆曲 最近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人 虛寒問戀 送飯盒 有些陪我去看醫生 我首先在這裏 一定要多謝這些身邊的朋友 有些是教友 有些是好朋友 有些甚至年紀 甚至十多歲了 都來探望我 我覺得真的很感激 阿堅在這裏 非常感激 有些買了生果給我 我只是整身腳 其實我工作方面沒有問題 其實也有很多客人來探望我 其他事情我工作上還可以做到 也很感謝醫我的醫生 他收到我是一個很專業的醫生 他收到我很便宜的價錢 我真的很感謝他 也很關心 一直都很專業 這集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由於很多人虛寒問戀 令阿Kym感覺到 是真的需要 開始要 take care 自己 我相信大家都一直很努力地去工作 但就疏忽了自己 照顧自己 現在就多了和很多老友記 聊天 很多時候他們甚至告訴我 有什麼叫走路包 有什麼事入廠 一立就立著那個包 我曾經想過 如果入廠的話 對我們女士們都蠻狒狒的 因為不像男士 起碼我們弱枝牙膏 牙刷 有時候我們需要一些面霜 或者一雙拖鞋 第三褲 這些都必需要的 有什麼事情 你要為人去拿給你 他們就告訴我 有個走路包 有什麼事 Anyway 還有很多就是 一些朋友 很好的 有些客人 或者朋友 他都會發送一些 其中有一個客人 他是做建築的 他都會發送一些 不停有些WhatsApp給我 也有問候我 另外有一些朋友 也有些 告訴我 現在有很多事 要小心 大家就一直發散 我相信在你們的群組裡面 你們WhatsApp 或者不同的群組裡面 都會有不同的事情 去做這方面的事情 我今天想跟大家講講 講習什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這個就是 Foloclonium 其實中文是 這個叫做 Foloclo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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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種抗生素 來的 那好了 那這種抗生素 其實呢 如果是 其實它包括了很多種 不止一種 其實它包括了 有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這個比較新一點 有這個 我擺放得好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有這個 Gatic Foxxum 也有這個 Level Foxxum 也有這個 Moss Foxxum 還有這個 Sepal Foxxum 還有 Old Foxxum 還有這個是 No Foxxum No Foxxum 還有這個 Sperl Foxxum 還有這個 Sperl Foxxum Sperl Foxxum 那好了 我們看到這裡這麼多種 其實香港常見的 都是 就是有 這隻 是稍為少見一點 就有七隻的 OK 但是一般來說 其實已經是齊了 你看到什麼 Folocxum 不要被它嚇到你 其實它都是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抗生素 裡面的其中一種 我們可以看清楚 這裡 如果看得不清楚 或者 需要再酸清楚 你們可以 playback那段影片 OK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件事 就是這個 Folocrum Folocrum Cronorums 是用來做什麼 首先 這個 我拿回那張 大家可以看到這件事 這個 Foloc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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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件事 它其實是用來 醫治一些 譬如腸道的病 腸道的病 有這個 幽門螺旋菌 另外 譬如是尿道鹽 一些鼻尿系統 還有上呼吸症 因為現在這段時間裡面 很多人都可能 呼吸上 尤其是現在有些什麼 那些香精 或者那些香氛 令到人有呼吸有問題 或者敏感 alert 打成四五十個黑痴 那些 然後 打到黑痴 又會弄到 眼球 微笑管爆了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病 現在這幾個月 其實醫院裡面 其實是 急症室 滿診全部爆了 全部都是 即使你 私家診所裡面 都是爆了 有些 appointments 那 還有些說 有些什麼 關節炎 濕疹 皮膚病 關節敏感 感染 這些 很多很多 腦袋技 都有這種病 都在現在的時間裡面 穩藏得很重要 那好了 我想介紹一下 剛才那隻 就是我們所說的 Crinolose Crinolose 就是我們最初 最初 就只有這個是 Crinolose 後來就有個 Fro-Crinolose 最初 就只有這 一粒 蓋住了 只有一堆 這堆 的東西出來 有什麼分別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在1974年 就已經有第二代 第二代 當然又是有些問題 要再進化 到1979年 就有第三代 第三代 其實它的作用都不差 去到1980年代 就正式在美國 FDA 就正式批准了 批了它這個 即是出產 可以做上架了 其實去到1992年 你記得 1980年代 那時候批了 其實那隻東西 1970幾年 就開始研發了 去到1980年代 就已經批准了 美國的FDA 去到1992年 在英國 擺了相架之後 就馬上出事 它那隻就是 Tamavoxone 當然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小朋友 未夠18歲的 或者他都不建議你 食用 或者是查 或者是這個 注射 尤其是孕婦 和暴雨 就是餵奶的 那些婦女 因為其實很簡單 一件事 凡是一些孕婦 或者是一些暴雨 即是暴雨 即是暴雨 那些 威暴期的那些 婦女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藥 根本上都不能見 大部分 我可以告訴你 還有就是 它主要就是 醫治這個皮膚 皮膚為主 因為它 你可以聽到 又可以醫治這個三毛螺旋菌 又可以皮膚 尿道 關節 上呼吸 那麼多樣東西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又可以滴耳朵 又可以滴眼 有不同的 它都加起來 成分裏面 其實它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它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一件事 首先這個藥 是這一類型的抗心素 其實它含有一種抗心素 那這種抗心素 這一系列的抗心素 就是代替了舊的抗心素 而大家知道細菌不停地養 細菌也一直在進化 應該這樣說 而這些抗心素 它主要是在哪裡 就是在DNA DNA那個 它的replication 就是DNA複製 它又把它拆開 將細胞拆開裡面 然後把它分為一個 Doctor cell Doctor cell 即是將它一個 微微一個Cell 把它拆開 然後把它拆開 於是令到它的細菌 或者這些東西 就不可以繼續 一直這樣去生下去 繼續生下去 也有一些癌症 例如肺 或者什麼 都會用到這種類型的抗心素 它的目的就是 它原意就是這樣 所以打散了 所以這隻東西 其實都 挺重力的 那些藥 當然 說到它這麼有效 大家都會想 那這些副作用是怎樣 那副作用 就厲害了 其實 美國的FDA 一直都有 不停地發佈 很多不同的 在它官方發佈 也一直指出 這隻 它的副作用 包括了 血糖過低 會令到精神錯亂 例如失憶 抗燥症 焦慮症 精神不可以集中 或者發脾氣 或者 還有就是 這個 這個關節 還有這個 筋 筋後面的根件 的問題 曾經試過令到 這些根件是破裂的 也挺嚴重的 那 美國的FDA 它不停地多次 告訴別人 喂 那個 Voloclonus 它的副作用是怎樣 怎樣 尤其是 是口服 即是吃進肚 它有軟裝的 有些注射 打入它的血管裡面 那這些都要特別小心 但是 暫時來說 對於那些 眼藥水 眼藥水 也可以有這些成分 眼藥水 耳藥水 例如耳朵發炎 或者藥膏 塗皮膚 暫時問題也不大 但它也是潛在風險 那在香港來說 你會這樣說 你會說到一件事 喂 這個是美國 香港當然是會有 香港 暫時來說 註冊了 這個數字 我拿到 up to date 應該是188隻 註冊了的產品 是有 這個 Voloclonus 抗生素 在裡面 所以 大家如果有用 這一隻 就 遇到什麼 比如說 敏感 或者怎樣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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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 在史丹福大學 曾經有很多研究 更加把這條藥 嘗試 甚至後面的 例如視摩摩 那些影響 還會影響 腦化的現象 這個還是在測試期間 所以现在有很多隐藏的副作用暂时没有临床的确实 证实是有这样的副作用 但是这个副作用是真的很大 除此之外还可以治疗一些高传染性或者病毒 这里我看看大家 万一大家忘记了我们今天说的 是这个 这个 其实很简单 Phonochromnones Phonochromnones 阿K不是读博士 所以也会觉得 因为它的字是这样的 有些东西是拉丁文 但是这张拆散来读其实是不难的 不过无论它英文也好 就算是中文也好 都是窍口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它斩件 而且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总之我会看到这些东西 例如这些 Gaptive Phroxism Level Phroxism Morse Phroxism Spur Phroxism Old Phroxism Non Phroxism Spur Phroxism 这些都是抗生素 不过有一批是更新的 亦有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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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留意这些 OK 今集就是 多谢大家收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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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